如果有一天我死了 你們不要想得這麼簡單 這條影片是否想令廣大觀眾 證明我是一個殺人犯 然後他日有什麼事的時候 我現在是聖無情堂正公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以至大國際 我們開始了 今次算不算堂爭娛樂呢? 不算 為什麼? 也不是堂爭娛樂 這個不是娛樂 其實我不知道是拍什麼的 是啊 她不知道 今天就是要來看看我妹妹 是不是一個殺人犯 一定是 但是這樣的 我最近個人實在太過... 八卦了 從來都不答怪 總之我最近 就會經常去看一些陰謀論的東西 不是你太空閒而已 這裡也不空閒好不好 這次當然不是說陰謀論 但是我裡面看到的一些東西 從而就引申了一些測驗 就是首先這個MIT 馬省理工 他們有時候會做一些AI 就是人工智能 他們好像很有空閒 有時候會做一些AI 等於我們平常在家裡 有時候會播劇 為興趣的 對 他們有時候會做一些AI 但是他們真的會做AI 對 他們會做很多不同的AI 包括了這個 心理變態殺人犯的AI 就是那個AI 叫做Lawman 那怎樣去做呢? AI要教的 他們教到他 變成了一個變態殺人犯 他們用物質測試 去測試了AI答的問題 然後發現了 他是完全這樣 回答所有Psychopath 會回答的答案 真真正正的訓練了一個 殺人的AI 那那個AI有沒有真的殺人 那個AI是一個思想 除非你將它 放進一些有武力的系統 即是讓它自己想 它可以自己射到彈 它可能會射到尾 但是它現在只不過是一套思想 默跡測試就是 一張紙 對接 然後塗一些默 散開 然後 原來是一樣的 是不是 當然兩邊是會對稱 然後就會組成一些圖案 受測試的人 看一看那個圖案 看一看你會想到什麼 總共有十張的 那十張裡面有 即是 即是你 你會答我 即是我們今天幾個影片 就是我們要進行這個問題 不是 只是這個是開頭 之後我有十條題目 送給你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 進行這個問題的測試 在哪裏 在我的電話裏 什麼 你以為我們自己在撥的 撥你的頭 我們再來看看一般AI 和一個殺人機器AI 會有什麼答法的不同 但在看之前 我們自己也猜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一張 你覺得這一個 你會聯想到什麼 欣福 欣福 其實你是很難撞 中一個殺人犯那樣的東西 哎呀我不是殺人犯 不是不是我們很煩 可能等一下也是 那 這條片 你是不是想令到廣大的觀眾 證明我是一個殺人犯 然後你一天有什麼事的時候 就可以成為請堂證公了 不是 你看我妹妹她做的那些測驗 那天啊 我死了 你們不要想得這麼簡單 普通的AI 他就會回答 看到一群小鳥 坐在樹枝上面 而Norman就是 一名男子因為觸電而死了 我決定不做太多物質測驗 做到最後一條水 天庭 天堂 天庭 天庭 要答七色彩環 一般的AI就會答 近看一個放在桌上 即近看一個放在桌上的結婚蛋糕 OK 而Norman就是 一名男子被超速的車撞死 Norman是否有毒 因為她真的變成精神有問題 即她是 她就是一個瘋狂的人 所以 她回答一些瘋狂的東西 你又不能夠說她不合理 OK 但我也不覺得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活的測試 只不過就是Norman的答案 現在 因為真真正正正要問一下 看看你是不是殺人犯的問題 之後現在要來 哦 即前面那些是完全沒有用 我純粹用來講一下 默即測驗這件事 哦 即我是純開心的 是的 OK明白明白 那你早就跟我說 現在才是真正測試 我立即合做一個 知道嗎 對了 在我找完默即測試這件事之後 我就繼續 轉探下去 找到一些 別人用來測試正常的人 和Psychopath 轉探是不是一個詞語 轉探在那裡 轉下去 即是轉延 轉延 繼續找到一些 轉探下去 有些是被心理變態殺人犯做過的一些測驗 即是一些問題 這次真的是統計學 因為這次真的是大部分正常的人 以及大部分變態殺人犯 會怎樣選的答案 那我就不打算全部問完 只問十條 在我妹妹在玩的同時 你們都可以跟著一起給一些答案 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有種不種這種殺人犯 大家當輕鬆一下玩一下 第一條 你的仇人在懸崖邊 抓住一棵樹枝 快要掉下懸崖了 你現在要令到它掉下去 你會用什麼方法令到它掉下去 啊 你拿著樹 不是這樣 啊 我拿著樹枝 即是我已經決定要令它掉 是的 我會把樹枝斷斷 那原來的樹枝斷不斷 那原來的樹枝斷不斷 那些樹枝是好像鐵通那麼慢的 是嗎 可以這樣選 即是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對它的手做什麼 你當是 我會拔開它的手指 因為我不夠膽 如果你說要踩它的手 好像電影一樣 我覺得我會掉下去 所以我就會趴在懸崖邊 確定自己是安全 然後拔開它的手指 我是不是殺人犯 那日本人的回答就是 就是會用腳踩 總之 殺人犯的回答就是 會逐一隻 逐一隻手指 拔開它 原來 拔開手指 不過一開始 你是說拔拳樹枝 不是啊 而且我怕自己都會掉下去 是的 是的 第二條 你是一個拆仔 嗯 你入屋爆隔 然後你見到那間屋的主人 嗯 他已經看到你的樣子了 那時候 那時候 你拿著把刀 會哭嗎 你不要哭 你偷東西不要哭啊 我好像鬼 那個主人會 一定很黑 他就戳到眼 然後我就 他拆大嬌 啊 啊 我家裡有人在等下全身 哈哈哈 你拿著把刀 那個家裡的主人 因為看到你 他太害怕 他也害怕的 他害怕 他害怕我就應該沒那麼害怕 是 他害怕到躲進衣櫃 這個就是要怎樣做 我會走 他已經看到你了 你走你是沒用 我好像跟他解釋 那我一開他的房門的時候 可能他不是躲進衣� 他在門後面 我一關門 他就撞了我的頭 我會害怕 你明白嗎 我看蛇骨 他會比較賊 正常人的答案 就是會衝進衣櫃裡殺死他 又或者拿火燒的衣櫃 啊 是 好恐怖 要不要拿火燒衣櫃 這個是某一套劇 No.9 是有做過的 變態殺人犯的答案是怎樣 他的答案是 他會在衣櫃前面 就這樣坐在那裡 靜靜地 什麼都不做 沒有聲音 是 等那個人 走出來的時候 才殺死他 哦 他會這樣面向他頂住 對 我就等到你頂不住 你走出來那一刻 我真的可以頂不住你 神經病 誰頂得久 我寧願在裡面 餓死 你誤會 一個人真的餓死 第三條 你晚上走出你家的露台 就想著欣賞一下夜景 是 看到樓下 竟然看到一個男人 殺死了一個女人 然後那個男人 竟然還看到你 對著你做了這樣的動作 他是什麼意思 真的數我住哪一層嗎 難道可以是什麼 你一開始想 你是想什麼 我是警告你 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如果警告你呢 是這樣的 這樣 但你剛剛是 我有東西在裡面想嗎 你又不需要人放的氣 在裡面 可能可以看回 其實可以看回 好可憐 你應該跟我說什麼 我認同 不是 你要真心認同 好可憐 現在認同也不夠 還要表達真心 當然 總之 一個正常人回答 可能是警告你 你不要報警 你欣賞 之類 變態殺人犯 想的是 數你住幾層 當然 這題算不算你更好呢 一間小學的教室裡面 有些同學呢 就想著惡作劇 然後就把一些按釘 放在一個女同學的椅子上面 然後那個女同學 回來了 即是她想坐下 那她不是先拉開椅子嗎 這個時候有一個同學 叫著那個女同學 即是跟那個女同學說話 是 你覺得 怎樣的 那她說她知道有按釘 那跟著呢 叫她不要坐 這個是正常人的答案 就是 若然我通知她那位有按釘 叫停她 我知道殺人犯規是什麼 跟她說 等她分心 然後慢慢坐下來 然後繼續跟她說話 是不是 哦 為什麼你會拍 我知道 為什麼你會知道 因為我看很多校園希寧的劇 劇 你是一個年輕人 你是很尊敬你的父母 你爸爸每天為了養家 要出去做姑娘做得很辛苦 有一晚 天使在你面前出現了 他就說給你一個願望 你會去什麼 我會想有無限的錢 正常人的答案 正常人就說 給我家發達 做百萬富翁 對 那Psychopath的答案就是 怎樣 想她爸爸早點死 不是 那是什麼 對相反 Psychopath的答案就是 想她爸爸有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並且她永遠都不會老 哦 因為她想她爸爸永遠都會老 那她爸爸 可以一直養她 並且一邊做很辛苦的事情 都沒問題 蛤 她不是孝順 不是 欸 根本他們有解釋過 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他們就是說 一個Psychopath感受不到 一個正常人的情感 你覺得恐怖的事情 對於他們來說很正常 你覺得浪漫的事情 對於他們來說未必浪漫 根本就是價值觀是不同到這樣 你相信你自己有沒有做過這件事 我想做話都不行 我想做話都不行 我之前跟搞事棍一起玩過 他們裡面有某些人 完全是一個殺人犯 但我最終都不知道我是不是 因為我永遠都問了 而且我已經知道了 是 我知道還有五條問題 但十條真的太長了 剪不切呢 不知道大家中了多少條呢 下條片就會揭曉我妹妹 有沒有再殺人犯的潛質 大家多等 記得訂閱我 下條片見